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兄弟姐妹们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荣耀的建造 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呢 叫做荣耀的职权 我们一起来祷告 至高至上全人的阿爸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 天灾地变 许多暴风雨 许多地震 许多火灾水灾的时刻 甚至公益仓款的时刻 主你能难做旁 在你里面就不动摇 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 此次欢迎你的宝学 就设立你的宝座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家庭 社会国家当中 主要让我们的心归向你 让我们的灵朝向你 让你至极在我们的生命中 掌完全 举手为 让你的信实在每个地方被彰显 哈雷路亚 我们感谢赞美你 奉着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也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 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一节 撒摩尔记上二章三十节 罗马书十三章一节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遮满相殿 他改变时候日期 废王立王将智慧适与智慧人 将知识适与聪明人 尊重上帝的 上帝必看重看他 藐视上帝的 他必被轻视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 凡掌权者都是上帝所命的 Amen 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中间是伟大的 我们也知道所有的权威尊贵 都是上帝所赋予的 上帝所允许的 上帝所授权的 所以从来没有任何人 他可以任意的智取 智我的职份 因为每一个人 他的工作都要从他心的里面 仁义与正直 来被神所赋造 那么如果是被神所赋造的那种公义 诚实和慈爱 天上的恩典就被其让他来使用 那么如果是出于血气的傲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许多圣经的例子里面 那个地上的麻风 就会来升级他的生命 那么所以呢 我们知道每一个职份都是荣耀的职份 是谦卑的建造在人的生命中 使我们能持续的聚集在一起 来分享神的枯造和作为 所以呢 在党义里二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 他改变时候 他改变时候 能成为一个来聚集权威荣耀的会集 来高举自高者的名 来见证权能者的作为 所以呢 在党义里二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 他改变时候 日起废王力王 将智慧适与智慧人 将知识适与聪明人 更将美好的职份 适给那谦卑的人 而且他要来承受新的地 而且他要来承受王的祝福 我们感谢着 我们刚才所听到的 我们所读的 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 我们就来想说荣耀的流石 第一节他告诉我们说 当乌西亚王斑的那年 我建筑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想说 一个荣耀的职权 一个荣耀的流石 一个荣耀的师从 是为什么 我们知道这里特别讲说 当乌西亚王斑那年 我们就知道那个乌西亚王斑那年 是相当的一个历史的记载 就来讲到乌西亚王他一生的作为 我们知道乌西亚登基的时候才十六岁 而且他在耶路撒冷 做王五十二年 相当长的时间 你知道大外跟所罗门都只有四十年 但是这个乌西亚王竟然是到五十二年 而且呢 特别讲到他的母亲叫做耶克利亚 是耶路撒冷的人 你知道乌西亚在十六岁到经营了五十二年的当中 他是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通晓上帝末世 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通晓上帝的世 是借着先知撒加利亚 也就是祭司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 教导他 他从十六岁开始经营这个神的国度 治理国家的时候 就有一位祭司撒加利亚来陪伴着他 而且他定义寻求上帝 他寻求上帝 而且上帝就使他亨通 虽然他是小小的年纪 但是因为他有一位很好的祭司陪伴着他 他寻求上帝 所以乌西亚他是一个卓越能干 智慧敬畏耶和华的王 在他的经营里面没有一个负典 比如我们看到说大卫他因为经营得罪了神 所罗门王因为拜偶像跟外邦人交通 而且立了许多 娶了许多妻子七百个妻子三百个灰 而且来离弃了神 但是这个乌西亚王在他一生圣经的记载里面 就是他是一个智慧拙位 而且统治下国运昌盛 繁荣父子和平了五十二年之久 可以说是在圣经上记载最长最和平的一位王 这是一位相当蒙上帝赐福的王朝 就在乌西亚的国 你那边 但是很可惜 我们就想到说 为什么他失从就是因为傲慢 乌西亚的名声呢 传道远方甚至强盛 就心高气傲 在他年老的时候 他说以至他行事协弊 干犯耶和华 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 其实在普文跟英文的时候 他说因为他心高气傲 以至他跌倒 因为他呢 心高气傲 以至他的国 失去 这个祭司呢 撒利亚呢 亚撒利亚呢 就率领耶和华 勇敢的祭司巴斯人 就要阻挡乌西亚王 对他说 乌西亚王啊 给耶和华烧香 不是你的事哦 乃是亚伦指师 承接圣子祭司的事 我们知道这个 亚伦这个就是 当以色列人 出埃及记的时候 立了亚伦的后代 成为 侍奉神 在圣殿中的 是立为了 与世界分别为圣 专心的侍奉神家的人 然后呢 他就告诉他 他说 你出圣殿吧 你行了这件事 犯了罪 耶和华上帝 必不使你得着荣耀 也就是当你干完上帝的时候呢 你就得不着荣耀 当他在罪 荣耀罪 光华 他在经营52年的 国度的里面 就因为了他触犯了神 所以呢 乌西亚就发怒 当祭司告诉他的时候 手就拿着香乳药烧香 当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 在耶和华殿中 香堂旁众祭司面前 而上 夫郎发出大麻风 大祭司 雅萨利亚和祭司都观看 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 就催他出电 我们知道大麻风是必须要隔离的 要不然他会传给人的 所以他自己 也急速的出去了 因为耶和华降灾 与他 乌西亚王 长大麻风 直到死的那里 因此他住在别的宫里 与耶和华的殿隔绝 很可惜的一位王 在他联老的时候 因心高气傲 因为傲慢 要来越拳 你知道每一个职权 神在这个世界上设立职权的时候 是有神的心意的 在不同的恩事 不同的服事下 是不能虐权的 即使你是王 你都不能代替神的使女和仆人 因为他们的职分是不一样的 就因为他这件事得罪了神 他长了麻风 其实我们知道呢 当他长了麻风呢 我们记得当那个亚伦的妹妹 那个米利安 当他亚伦跟米利安 在批评摩西的时候 米利安他还是得了麻风 但是因为他们悔改了 他们知道这件事是得罪了神 这些人是触犯了神的仆人 所以他们悔改了 所以他隔离了七天呢 神就医治他们 得了恢复 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说 乌西亚他 长大麻风直到始日 也就是说这一个伟大的王 这一个敬畏威尔瓦的王 这个一生行为症 在神的面前 就因为他触犯了神的律法 因为他想月前自我来 被香肠上烧香的时候 他因为心高气傲 结果呢 他没悔改 在他的生命中 他说乌西亚长大麻风直到那路 就是说他一直被麻风缠着 他从来没有说我要悔改 神啊我得罪了你 我要悔改 我要来跟祭司 撒利 亚撒利 说我得罪了神 我得罪了你们 求你们为我祷告 我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 再度回到神的面前 乌西亚王就是因为心高气傲 刚硬 不悔改 结果直到时日 他在住在北的宫中 与耶和华的殿隔绝和纵王 没有站在一起 失从 失去了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直权 是不可以随便超越 不可以随便任用自己的方法和权柄来掌控 所以第二个前车之界 这里告诉我们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 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在撒末尔记上书章22-23节的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 乌西亚王犯了跟扫罗一样的过错 失去了敬畏谦卑的心 扫罗因为不等撒末尔来献祭 他自己先献祭了 以致神不要他这个王 扫罗因为他没有顺服撒末尔的话 他扫末告诉他说 你出去见证那些敌人的牛羊麻 你都不要拿 扫罗却看到心坛看到那些又肥又养的牛 不拿肥来怎样 太可惜了 就要借着敌人的东西来奉献给神 但是神说那是可证的 他不顺服善的话 藐视上帝先知和祭司的职份 因此失去了王的尊贵 王的特权和王的荣耀 终生与上帝远离 与神的仆人远离 与众百姓远离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得到教训的 圣经上还记到第一个就是以利沙的仆人 吉哈西 以利沙的仆人呢 刚才我们是讲到完 现在就讲到神的仆人啊 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吉哈西心里说 我主人不愿从亚拉人乃曼所里所受他带来的礼物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 我必跑去追上他 向他要歇 因此来万的大麻风 必沾难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吉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 就长了麻风 像雪那样凡 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下五章二十节二十七节这么记载 那我们就大家都知道这一个过程就是 那个亚拉人乃曼生了麻风 他是外邦人 那么他来要求以利沙为他医治 虽然在这个过程呢 他有一些不甘心 但是他顺服了 顺服了以利沙 然后乃曼就去洗澡 到第七次的时候 就洁白如小 如孩子的皮肤一样 他顺服了以利沙的指示 但是当他要把他的东西送给以利沙的时候 以利沙不要 我们知道呢 因为以利沙他有一个原则 他是神的仆人 很多人在这方面可能都不太晓得 圣经上告诉我们十二支派 有一个支派就是利沙人 他们是全子侍奉神的人 他们是在十一派中应该把十分之一奉献给利沙人 所以利沙人的公义从哪里来 就是从神的百姓十分之一的奉献而得的 所以他知道这个乃曼 虽然圣经没有这么少 但是他知道这个乃曼是外邦人 所以呢 他们在外邦人就好像保罗说 我在外邦人的身上我们欲武所取 我们不要他的奉献 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 如果神的百姓不为神的仆人来奉献 那是神百姓的事 但是神的仆人他一定要有信心仰望神 不是什么钱什么礼物你都可以收的 那么当利沙拒绝的时候 他的仆人基哈西亚说 哎呀怎么这么可惜他送那么多东西 啊我们现在啊这么囚没有东西 啊我们这么需要 其实他也不是说他需要 而且是他起了贪恋 所以他就跑去追他要血 他也不是要全部就要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 当基阿西回来的时候 伊丽莎告诉他你去哪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基阿西不但没有顺服主人 还贪塌了劳力之财 这个财务是谁的 这个财务是伊丽莎配得的 但是伊丽莎拒绝 因为伊丽莎一个神的仆人他是有原则的 所以呢当他不要的时候他去贪塌伊丽莎 把劳力之财的时候 我们知道伊丽莎他借 伊丽莎借着伊丽莎得了双倍恩高 你想说一个双倍恩高的老师 一个充满了恩典比那个伊丽莎还双 还有能力的一个限制 你跟他在一起你岂不是得了四倍吗 你岂不是如果你好好跟他学习 你不是充满了恩高吗 可能他就是双倍恩高 在双倍就是四倍恩高 一个更伟大的限制 但是很可惜的是 因为他一直的贪婪 大麻风成为他一生的奖赏 他不但没有在他主人肥改说 主人啊求你赦免我 主人啊求你让我悔改 我悔改在你面前求你为我代求 我相信他如果这样的时候 当伊丽莎求告神的时候 他必定得一致 但是因为他为了一死的贪婪 以致圣经上告诉他说 他从伊丽莎双倍恩高的面前就出去了 而且大麻风沾满了他 沾满了他甚至和他的后裔 这个告诉我们 我们千万要记住 上帝是不姑息罪恶 不管你是何等人物 不管你有多么大的恩高 神的话语是配得我们遵守的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 伊丽和亚伦的孩子 这些都是祭司的儿子 一个是祭司的门徒 那么这两个就是祭司的儿子 伊丽的儿子 伊丽的时代 我们知道伊丽他就是好像我们现在的牧师 他说上帝的话稀少 一个牧师没有神的话怎么去教导人 所以呢因为他没有神的话 他的儿子看不到他的父亲手中有 口中有神的话语 所以而且他尊重他的儿子圣理上帝 他看到儿子大于上帝 他的儿子将以色列的百姓 所献的美好的祭物啊 往自己的带子放 而且藐视见大上帝的祭物啊 然后还欺负上帝的百姓 所以呢上帝就启示小小的撒木了 告诉他说以利家中的人都必死在中来 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 你看神没有当面来告诉以利 神没有当面来启示以利 因为以利不听神的话 因为以利的口中没有神的话语 因为以利的口中话语稀少 没有真理的道在他生命中 所以当真理的道像他启示他听不到 结果那个小小的撒木耳来代替他听 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做牧师的人 我们只有听人的声音 我们只有听自己的声音 我们只有听世界的声音 上帝的话语听不到 甚至牧师来你的同学 阿阿阿同工来告诉你的时候 你也听不到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耳朵 只有听世界上的事 是 一致 他的家中没有中人 所以说摩尔基上二章二十五节说 人若得罪人 有适师审判他 人若得罪耶和华 谢能为他祈求呢 是的 我们得罪人 我们有祭司来为我们代替 来代道 我们得罪神 谁为我们代求 在旧约的时候 在旧约的时候 你得罪了神 你得罪了祭司 你话语缺少 你在患罪中 就是得罪了耶和华 所以呢 是请告诉我们 做一个牧者 做一个祭司 做一个代道者 祭司的嘴里 当存知识 也就是当存真理 神的话语 人也当由他的口中 寻求律法 因为他是万君之耶和华的使者 哈雷路亚 所以 阿伊利就失去了这个职责的职费 所以全病不是极有空空的配件 他是有能力 有职权的 第三个 亚伦的儿子 亚伦的儿子拿达雅 比父拿着自己的香儒 圣上佛加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凡火 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就有佛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把他们烧灭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这个是在立位记十章一节到二节 上帝的仆人与使你和子民 我们若陷入了潮流宗教的权益 我们若缺乏了真理的公义与怜悯 上帝的名诚实的动静 以至上帝的名受入 上帝必彰显他管教的杖 当亚伦的儿子是祭司 神选选了他的儿子 四代 他们的四代成为祭司 你知道了 在坛上见我的时候 是要从耶和华所点的圣火来点灶 但是这里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拿达雅比赋 他拿着至极的相容 至极的圣上火 加上他没有被神分复回圣的圣火 而且怎样 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的 我们知道每一个祭司的献祭 献火都有他的规律 都有他的法则 但是呢 他们在神的面前献上自己所点的火 加上自己所点的香 献上自己的反火 以至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 所以你说做一个祭司 做一个先知 是一个神的代言人 是一个神的代求人 他是不可能有自己的话语 他是不可能有自己的意念 他是不可以有自己的贪婪和动机 来服侍神的百姓 这是神所不喜悦的 所以呢 因为一个尊重上帝的 上帝必众看他 一个藐视上帝的 他必轻视 这个是撒摩尔记上第二章三十节 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 我内里的前程和外表的遵守是平衡的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存真理 我们信真理 我们必然来遵行真理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正直的顺奉和顺服真理的话语 乃是前程服侍的根基 是门神所喜悦的祭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到 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 我们在建造圣殿的时候 我们在建造家庭的时候 我们在建造与人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必须有真理的划证 我们必须有干净正直诚实的动机 因为神是不可欺瞒的 上帝是烈活 活他可以来烧毁所有黑暗的淫灵 活同样可以烧毁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活在罪恶中的时候 求神让我们有知识 来明白这样的信息 世界告诉我们 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 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 与你有益的 你若作恶就当惧怕 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 他是上帝的用人 是神冤的邪恶那行划那作恶的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掌权者 有一个原则 因为他们是上帝的用人 不是空空被证的 他是与人有益的 与我们有益的 他是来承瓦作恶的 他是来行划那些贪婪的 他是来行划那些在世界上 犯罪不所律法 越权贪婪欺压 访言脱盗的 所以为了来保持这个社会 国家的安定安稳 使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里面 能尽全平安的度日 但是若是掌权者 我们刚才有看到那些掌权者 若不遵守上帝的律例 上帝有他的方法来整理他们 我们知道当犀利王的时候 他做王的时候 他不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他就在一天里面被一只小虫 因此一个小小的虫就被咬死了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 是多么的脆弱 多么渺小 多么微小 若我们不敬畏神 我们的生命就全 随时让撒旦来欺压 哈利路亚 所以当我们知道任何兴衰的根源 都在于执权者 当神给我们的执权者 我们是否敬重与宗旨的来建造 而且宗旨的顺服上帝的掌权与授权 所以我们知道军王拥有尊荣存病 是辛国爱邦建国致民 让神的百姓各尽其子各从其类 能脱离欺诈暗党看官奸杀 一切暴乱的行为 使百姓能乐业安居的在这个世界上 能看到神的作为 让社会阿根与国家安定的职责 而这个权兵不是可以乱用的 我们可以看到乌西亚他兴旺五十二年 是因为他顺服神 而当他背离神的时候 神就把他所有的荣耀挪去 而且他自己因为自己没有悔改的心理 欲人隔离欲神隔离 欲所有的百姓隔离 一个很荣耀的王 成为一个最失从的王 这个给我们什么教训 上帝的使者也同样拥有尊贵的权柄 在这个真理道路生命上 为引导人得见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旨意叫他们脱离罪恶 活在神的赤福里 如果我们活在罪恶里 神岂不伸索而来伸张他的公义吗 所以我们要知道任何的职责都是为了要来称全圣徒 各尽其职 使每个人能造神的心意 造神的伏造 造神的使命 来完成神的旨意 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活在主的爱中等候主的来历 哈利路亚 所以没有一个人是空空的配件 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重要的职权 不管他是或小高或低 没有一个人可以越前 不同的恩赐与界限 我们要彼此的尊重 不弄权 不耍权 不用自我的火 自我的香 来献上凡佛 我们要用信心的权力 就是无畏 无亏 清洁的心 用真理的话语来复兴 成为我们侍奉清洁的标签 让人看到我们的使命中 有神圣的爱的权柄 也就是基督的权柄 有圣灵的果子 我们有忍耐节制 我们能顾全别人的心灵 也能顾全我们的心灵 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一切 因为我们知道 所有的果效都是用心的开始 所以我们要来顾全人的心灵 保护他们的心灵 脱离一切贪婪的世界 所以我们要谦卑彼此的顺服 在不同的职份里面 彼此的建造 让上帝来掌权 让耶稣在我们的中间 好让我们能遵守 顺服 我们不要自己申冤 因为神是不可侵犯的 所以神的仆人 神自有他的掌管 我们只能举起代道的时候 来为他们祷告 而且我们愿意顺服 为什么 因为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都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上帝的 凡葬权者 都是上帝所命令的 在罗马书 第十三章第一节 清楚的告诉我们 每一个职权 是神在掌管 我们只能顺服 我们只能行善 我们只能带到 因为神冤在神 神是不可侵犯的 人也不可自欺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顺服在神的里面 让我们一起学习 彼此的尊重和顺服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神对我们的教训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事 都在神的祭奠里面 在神的喜悦里面 在荣耀神的国度和百姓里面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我们同心来祷告 哈利路亚 我们的神 我们知道 当我们在建造 任何的事工的时候 主 我们也知道 每一个职权 都有主你在掌管 主啊 权柄出于你 本于你 跪于你 主愿你就来 让完全 知以所谓 愿你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让我们能彼此 谦卑顺服在主你的旨意里面 让你的职权 在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照你的心意来完成 照你的旨意来建成 让你的旨意在天上 如同在地上 在我们的身上 彰显你自己的荣耀 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 Amen